刚刚有个苏州的表妹 让我现在去他家给他接头发 一般情况下这种活我是真的不接的 但是他一直说要我去一直要我去 我真的没办法 我最后去接个头发 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为了这五斗米 我就要腰了 老理给你田子们走走走 走不走 人家黑了 现在过去 哇靠 难道这天都黑了 我忘了他家在哪里了 走一下 江源 你这是第几次 什么第几次 就这样 两年前了 我是第一次 什么第一次 第一次接头发去人家里 嗯 你放心吧 真是嫌疑 终于弄好了 哎 车来了 我掉了 我掉了 你 你跟着过来干嘛 不用送了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这里不安全 你回去吧 回去吧 呃 这两年从柱里走过来熬了无数个夜晚 但是呢 非常值得 然后这两年坚持跟着龙哥玩了互联网 导致特别特别多的人在网上关注了我 然后也非常支持我 是因为有这一群人的支持 然后导致我前进的路上充满了动力 我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 然后我们这个行业也越来越好 然后想做头发的女孩子一定要联系我 不要害羞 怎么想张剑走天哪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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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